难以回避的话题 好的 感谢马聚先生 现在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战火 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 而且看起来有这个像整个中东地区 蔓延开来的趋势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所谓的新中东 第六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的请问两位来宾 不过这次的这个中东的情况呢 当然可能会影响到乌克兰战争 甚至被认为是全球下一个火药库的台海 会不会也感染到兵修站围的情绪呢 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驻台北的特约记者庄志伟 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志伟 好 东林 对于这个以色列遭到死疫情呢 台湾从蔡英文是在第一时间表示 最不幸伤亡民众哀悼跟慰问 同时她也代表台湾民众 对以色列至上最深的关怀 同时蔡英文表示说 作为民主国家反对任何形态的恐怖主义威胁 台湾部总统赖金德则表示 台湾会持续地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 谴责恐怖主义 还有最平民的暴力 支持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对立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元则表示 这应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做兵凶战危 他相信免安之间只有和平 才是大家最期待的 台湾的外交部则是把对于 以色列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三级 黄色的级别 也就是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 并且检讨是不是要前往 好的 志伟 因为台湾其实长期面对 中共的军事恫吓 那么继俄乌战事之后 现在中东地区的火药库又被引爆了 现在台湾内部这一次 有任何所谓今日以色列 明日台湾这样的一种呼声声浪出现吗 这一场目前我们看到了 中东危机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也请志伟给我们介绍 志伟 其实有被受讨论的当然就是 以色列这次看起来 好像情报系统是有失灵的 那么所以在台湾会非常关注 因为台湾面对海峡方面 非常明确的军事威胁 当然是情报也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提前掌握中共军事动向 才能够给台湾的防御带来缓冲时间 所以这是大家认为说 可能军方必须要能够继续教训 而另外一方面民众也担忧说 从以前觉得整个战争离自己很远 但是随着俄乌战争 还有这次尾巴的开打 好像他们也担心说 会不会造成对岸的政权 觉得说战争也是一种选项 我们听听听众的说话 还是会有一点怕说 不知道中共会不会被打关 因为中共可能看到 现在战争的可能性是有的 当然在我们的角度 就是不希望战争的发生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 有一些无辜的人 我们都是站着下的牺牲者 毕竟美国是世界警察 那有可能美国变成要多头马车 所以美国应该不会去 让这个事情扩大 海外的侨胞 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没有分裂的本钱 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 这是我昨天从以色列 发生的这个战争 以色列人就是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 事实上除了民众以外 台大正是自己教授张登吉 在这两天之后 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 他们事实上也在判断说 美国在现在 以色列宣战之后 势必要把中共的实力 放回到中东 另外方面 再加上已经正在进行的 俄乌战争 势必会影响到 美国印太战略的进程 这是接下来必须要关注的 而另外一方面 中国态度也是这次 非常受到关注的 目前学者的看法 多半都是认为说 相比俄乌战争 中东的这个地区 中国政府比较没有相关的着力点 所以这次 它可能也比较难去 扮演一个调整的角色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庄志伟 给我们带来 这个第一手的观察 还有台湾民众的声音 非常感谢志伟 好 那么刚才提到说 这一场战争 如果继续蔓延成 第六次的新中东战争 情势扩大的话 究竟对现在正在今生的 乌克兰战争 甚至是可能分散美军 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 包括在台海 还有南中国海的注意力 甚至有可能会牵动到 全球的战略格局呢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 史诗大谈的现场 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 一位是纽约大学 政治系的这个夏明教授 以及独立时评人 马俊先生 继续请教二位了 也是先请教这个夏明教授 怎么看 刚才我们这个台北的记者 也有稍微提到 这一次如果战事扩大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影响到 美国的在印太的战略 去分散到美军在台海 还有这个南中国海地区的 这种注意力 也想请教 夏明教授 您的观察是什么 就两个星期以前 联合国秘书长 古德雷斯讲了 人类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 可能会走向更多的 就是冲突了和不稳定 那么我相信呢 就是作为联合国 作为几个大国了 那么我相信呢 是不会滑进这个地狱里边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呢 是没有这个就是好处 那么首先我们看美国 美国现在表现 其实非常的清楚 美国那个派了他的 就是地中海的 这么一个就是 福特号的这边 那个整个我们看到舰队 航空母舰的舰群 那么现在过去 那么他的目的主要是 第一是显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第二是警告了 有的国家向火钟取离 当然这就是直接是针对 比如说像叙利亚 那么或者是伊朗 那么这些国家可能有所反应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美国呢 我认为呢 从表面上来看呢 是一个非常就是 一个就是 aggressive的 或者就是一个 进攻性的一个做法呢 或者强硬的做法 但是其实呢 也有一种预防性的 也想把危机了 那个能够控制住 也就是说 不要让其他的国家呢 能够卷入 让这个事情的升级 因为以色列呢 作为他的军队呢 和他的这个资源呢 他是可以一个国家 来把这个事情管控的 美国只要进行一些 周边的这个防护 或者维持秩序就好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如果就是说 第六次中东战争爆发 那么这就不是 第六次中东战争的问题了 这就涉及到 整个欧亚大陆呢 又重新一场大的决战 那么我认为 这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这里边呢 作为俄国跟中国来说 如果他要进行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 他们有没有准备好 那么是不是认为 他们有实力了 跟整个西方国家联盟了 进行对决 那么尤其是 这次冲突了 你可以看到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了 这些阿拉伯国家了 恐怕也不会 就是说站在哈马斯 或者珍珠党这边 或者伊朗这一边 那么所以我认为 对中国跟俄国来说 恐怕他们都不会 获得直接的利益 但是作为中国跟俄国来说 如果他们支持一些 代理人战争 在边缘至少一些混乱 我觉得这恐怕 是他们乐意做的 马聚先生 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 这个网友针对 刚才夏明夏教授 谈到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甚至有可能 这个部分的话题 有很多的评论 很快念几个然后请您 跟我们的网友们 做综合的回应好吗 这位网友叫老默 他说 无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 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 特别军事行动 都可以发现中国 在其中发挥了 极大的作用 是不是巧合呢 他要扣问 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他说哈马斯对以色列 发动全面突袭 恐怕是中俄邪恶 轴心幕后策划 怂恿支持的一起 针对以色列 来拖住欧美西方 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冲突危机 还有Pearl Lee 他说中共是希望 到处发生战争 让欧美疲于奔命 为入侵台湾做铺垫 TriDog2023说 中东和俄乌同时开打 台海南海朝鲜半岛 战云密布 这种全球乱局 正是独裁者们所希望的 那么现今自由世界 更应该要紧密的团结了 还有一位这个我是小团子 他说哈马斯的背后 有伊朗和俄罗斯 不会演变成中东战争 不会对俄乌战争 有大的影响 因为打击哈马斯 应该很快的 这位网友不同的意见 还有一位叫做TriDian 他说普丁请维尼 开辟第二战场 他祈祷 台湾不是下一个 还有一位Benjamin C.Y 他说现在是开辟了 第二战场吗 这叫做唯卫旧照 综合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 也想请马俊先生回应一下 刚才夏明教授的观点 还有我们网友的评论 马俊先生您怎么看 首先我认为 恐怕这件事情 如果说把俄罗斯放在 哈马斯的背后 或者放在伊朗的背后 我觉得这个可信度会更大一些 那么至于中国是否 是在背后的话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 但是这个乱局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 无疑是一个筹码 唯一就像他参与进去之后 都是有好处的 而美国这一次的坚定的态度 以及派出了福特号航空母舰 前往以色列外海地区 维持当地的一些秩序 那么一些人是认为 这实际上是美国要参加这场战争 这一点我必须得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有一点美国在数次之前的五次中东战争当中 都没有直接出兵参与 当然有很多美国士兵参加这样的 以色列的军队 这情况是有的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公开的 特别是1967年美国的一艘军舰 在以色列外海 在当时发生的战争的时候 那么帮助以色列提供情报的 一个情报收集的舰 当时遭到了以色列空军的袭击 导致这个搜船200多名美国士兵的死亡之后 美国的军队从那次事件之后 一直都是远离以色列外海的 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已经成为了一种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执行政策的一个特点 那么至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刚才这个福特号前往这里 除了夏美教授刚才提到的两点 为了表达支持 为了管理这个局势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事实上是我们要看到拜登政府 对于中东政策的一个平衡点 那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已经有证据显示 这是由伊朗参与的一件事情 那么以色列长期的希望 能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 而美国前派出福特号 是根本不需要福特号和美军 去解决哈马斯的 这事实上除了支持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遏制或者是控制以色列的战机 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不要去打击伊朗 一旦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的话 这就会把整个的加沙战争 演变成一个整个的阿拉伯世界 和中东的战争 而伊朗一旦控制 或者是出现这种战争动员 或者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全球的油价 就会重重的打击 现在已经有所疲惫的全球经济 这对于拜登政府的执政 以及2024年的大选 包括全球人都会有严重的影响 所以美国希望能够解决哈马斯 但是他要严厉的控制以色列 在整个的报复行动的过程当中 要适可而止 这样我们看到这两条 除了美国的动作之外 卡塔尔今天也表示 他们正在说服哈马斯 交出所福获的妇女和儿童 来换取在以色列监狱当中的 巴勒斯坦妇女和巴勒斯坦儿童 那么这个方式方案正在推行当中 沙特阿拉伯也在积极的斡旋当中 以及我们看到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在积极的用行当中 来试图减缓这个政策 因为这个政策如果加沙战争无限升旗 那这对于普京来讲 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他会有更多的宣传的机器 他会有更多的理由去做 而美国的军力势必会有所分散 这对于台湾都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这可能对中国等等 他们会余文得利 余文得利 那么夏明夏教授 怎么看刚才马俊先生的这个平息 我们知道这中共向来是 新风中所谓的毛泽东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刚才他提到了美中俄三方 这个三强的博弈 你怎么从这个美中俄三方的博弈来看 这一次中东危机可能对全球 和这个新冷战格局造成的影响 尤其是马上普京又要去 这个跟习近平在北京见面 而且据说有可能11月的APAC 拜习会也有可能会登场 你怎么综合来看下面的展望呢 夏明夏教授 现在对美国总统拜登来说了 和西方国家来说了 他们其实的总体的格局了 布局了都非常的成功 那么也在走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那么所以他作为美国总统 我们不会容许了 这种好的局面被完全的打破 所以这里面我们几点迹象可以看到 我这点是同意马基先生刚才讲的 那么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马基先生提到的华尔及日报的报道 但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那么今天的国家安全事务的 副助理了 那么他都否认了 两位都否认 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情报 那么证实那么华尔及日报的这个就是报道了 是完全属实 我们没办法有具体的情报了 来指控了 就伊朗了 那么是卷入其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现在是不愿意了 一下就把伊朗了 给那个扯进来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恐怖袭击发生第一时间 那么拜登总统 马上打电话的国家 那么包括就是有 就是土耳其 那么还有 埃及 那么还有约旦 那么等等 那么这些国家 你可以看到 那么拜登总统是想 把那个阿拉伯国家 给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那么不要造成 那个美国跟阿拉伯国家 这些的分裂 那么另外的话 第三你可以看到 作为拜登总统 那么现在他也非常清楚 就是说如果 以色列了能够进行 区域性的这个小手术 把问题解决 尤其把哈马斯这个问题给解决 那么同时的话 底下做各种交易 尤其是人质的交易 因为哈马斯 这是袭击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原因 就认为 那么在由于西岸 那个最近的 以色列了 也抓了很多的 就是那个哈马斯 或者就是巴勒斯坦人 那么他们认为 这边有上千人 那么是关在监狱里边 那么他们想获得 人质的获释 那么我相信 这些那个交换 也可能会进行 那么使得危机了 能够得到管控 好的 这个危机 我们也会持续来 进行关注 不过今天非常感谢 纽约城市大学 政治学的教授夏明 还有独立视频人 马俊先生 二位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整场的精彩点评 提醒各位